大家好,我是阿A,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官方公布了11月份的活动和社群日的资讯,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就是11月份的突破性进展展会在11月2日凌晨4点至12月2日凌晨4点 托鹰丫头就会登场在我们的突破性进展展会当中 只要7日完成,我们一天一调查就有机会遇到托鹰丫头 然后就是11月份的一皮币礼包 照样都是星期一,就会有一张远距离全体战入场具和其他道具 限单次购买,星期一的日子有1号、8号、15号、22号和29号 就可以在这5日买到限购买一次的一皮币礼包 说一下11月份的五星团体战 现在登场的达克来依就会学到烏泥炸弹 11月份照样会登场 因为它是去到11月5日早上10点 记得在11月5日早上10点之前 把机会去捕捉色围达克来依 然后登场的会是欧帕来依有色围版本 戴拉基依有色围版本 以及不力吉依有色围版本 他们就会在11月5日早上10点至11月16日早上10点到登场 然后登场的就是克雷色尼亚有色围版本 在11月16日早上10点至12月1日早上10点登场 他们的色围版本就是这样 如果未捕捉到就把握今次的机会去捕捉他们的色围版本 逢星期三的六点至七点就会有晚餐约会 然后来说一下11月份的超级团体战 首先就是超级阿波索罗 现在登场的 就会和达克来依一起去到11月5日早上10点结束 然后就是超级雷电兽 11月5日早上10点至11月16日早上10点登场 最后就是超级长耳套 就是11月16日早上10点至12月1日早上10点登场 这三个都有机会遇到色围版本 好了 然后是11月份的聚焦时刻 就要逢星期二的6点至7点晚上 首先第一个登场的聚焦时刻主角就是刺球先人掌 就会在11月2日的聚焦时刻登场 捕捉保抗梦士获得糖果加倍 然后11月9日就是登龙鱼 传信保抗梦士获得糖果加倍 11月16日就是草苗龟 捕捉保抗梦士获得的星星沙子加倍 11月23日就是小火焰猴 捕捉保抗梦士获得的XP加倍 11月30日就是波加曼 捕捉保抗梦士获得的糖果加倍 看见11月16日至30日 这三个都是神奥的御三家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精撑钻石和明亮珍珠登场 这款游戏可能就出这三个御三家 去代表那些活动 然后呢 除了刺球先人掌 其他都会有机会遇到色围版本 然后11月份的活动 首先就是光芝祭典 就是11月5日至11月14日 在这个暂新的活动中 慶祝光明战胜黑暗 就等官方之后的活动公布了 然后就是不知什么活动来的 这个名字我都读不到 就是11月1日至2日 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将为世界各地的训练家举办特殊活动 一同庆祝不知什么的 那就是等官方日后的资讯 那11月1日也挺早下的 那就是只有两天而已 那官方差不多都会出资讯的了 那好了 然后就是精撑钻石和明亮珍珠的庆祝活动 11月16日至11月21日 那就是庆祝我们保可梦精撑钻石和保可梦明亮珍珠正式推出的 那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文号文和文号 11月26日至11月29日 那就是庆祝你这个光怪鹿尼的季节进入尾声 那因为呢这个季节就是去到月底的 12月1日就有一个新的季节登场 那训练家完成了不被理解的光怪鹿尼的特殊调查故事之后呢 就会解锁新的特殊调查故事的 那就会比训练家更深入了解胡客的机会 那就敬请期待活动内容的 那就可能是大湖拍会登场了 那我也不知道的 那就期待下啦 那好了 那讲完11月份的活动 就讲下我们11月份的社群日 那也是11月份的活动之一来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小猫怪社群日就是今次的主角 那就是小猫怪 那之前呢官方都出了一段 社群日的影片在youtube上 那就讲了一只神奥地区的电属性精灵 那很多人都猜到他是小猫怪 那之前在程式猫挖掘到小猫怪的影响照片 都好意猜到下一个社群日就是小猫怪 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内容啦 那就是11月21日的星期日的 早上到10点到下午5点的 那活动开始到结束后2小时 内进化成轮琴猫呢 就会学到精神之牙的 那精神之牙是一个新的招式 那等会和大家介绍一下精神之牙这个招式啦 那在社群日拍照5张狗snap shot呢 就会获得惊喜的 那小猫怪就会打出来 然后你就会有机会在地图上捕捉到小猫怪啦 那然后活动期间就会 推出限单次购买的社群日礼盒啦 包括是1 280匹币的50个高级球 4个芬香 4个星星水片 和1个利海特殊招式学习器 还有一个免费礼盒啦 那就有30个高级球 帮助大家补充你的精灵球啦 那然后社群日的限定特殊调查故事 电光闪光闪亮亮的一个 就是特殊调查啦 那就是港币100元的 那今次奖励就丰富一些的 那官方说了我们的地图 有什么奖励啦 那首先呢就是传送糖果3倍啦 那还有获得XL糖果的 几率增加为4倍的 那就是更容易获得XL糖果啦 不是获得4倍的XL糖果 这个大家真的要留意啦 那然后还有有利无种同分箱 现场为3小时啦 那还有枯弹距离4分之1的 那好啦 如果你Mega进化电龙或者雷电兽的话呢 捕捉小猫怪的时候会额外有粒糖果的 那大家留意啦 那好啦 精神之牙这招是在Pokemon Go 首次登场的新招式的 那可以降低对手保可梦的防御力啦 并对格斗和毒属性的保可梦造成效果绝佳的伤害 因为它是超能的招式啦 所以格斗和毒是会怕这招的啦 那在PVP里面呢就40攻击力啦 那保证降低对手的防御力的 那应该它需要的能量都不多的 那应该是一招很快出的三格的东西的 那在导管和团体战只得30攻击力呢 那应该都不太推荐一下的 那对轮球猫应该有点用的 那小猫怪25粒糖果就会进化成辣黑猫 然后100粒糖果就会进化成轮琴猫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色围版本 就是黄色的 那好啦 今天分享Pokemon Go的11月份活动和社群日资讯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由下方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按小铃铛就可以收到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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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